我們剛關心完曹新城的事情之後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這個震撼彈 也是嚇到所有的人 就是前臺北市議員羅志強 在臉書上面表示 鄭重考慮參選總統 他說在臺灣民主崩壞兩岸兵凶 人民痛苦的此時 怎麼樣做才能夠做出最大的貢獻 其中一個關鍵的選擇就是 是否參選總統 那立委高金素媒也曾經送他一句話 就是走近群眾 聽見人民的痛苦 看見人民的需要 你就會找到自己的方向 給他了很大的啟發 那此舉曝光之後呢 引發了大批網友熱烈的討論 有人是贊同的就說 讚我這票就會蓋給你 但也有人表示說賣腦啊啦 黨主席要自己選不會給你機會的 那針對這起大事件的話呢 這個大消息 嘉欣哥你怎麼認為 首先呢我們必須要真的佩服 你也非得承認不可 就是說 他說志強的這個話題的操作能力啊 確實是強的啊 也就是說他現在是去美國訪問 但去美國訪問呢 面臨到台灣的九合一大選啊 22個縣市都在選縣市長跟議員啊 鄉政黨等等的 所以說他的話題關注度呢 自然沒有這麼高 但是他很會製造話題 你必須要承認啊 羅志強確實這個能力不錯 就像說他當初說他不想選議員 是因為要選台北市長 然後他其實那時候決定啊 就是說他公布之前其實也跟我聊過啊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熟的老朋友啊 他 我當然也鼓勵他這個往桃園走啊 所以說他當初要選桃園市長的時候呢 我所屬的這個桃園新選風啊 我們是支持羅志強來桃園選 好市長 那當然志強本來的說法是說 他就算怎麼樣被處分啊 或什麼的他要選到底 可是事實上他 當然後來他也沒有沒有堅持要 像鄭保欣那樣去啊 即便你不提名我 你不給我初選 那我都得自己出來 爭一口氣的這種狀況啊 那志強選擇的是轉進跟去其他地方走路 然後現在去美國 那他說要參選總統 鄭重參考這件事情啊 你回歸到現實面去討論 就是說當然網友講的那句話 也是很酸啦 輪得到你嗎 這個輪不是那個後拍叫輪 不是那個照輪流的那個輪 是朱立倫的人字旁的輪 輪要選輪得到你嗎 也就是說朱立倫怎麼會肯讓你選 不過大家要理解 就是說羅志強他製造話題的能力 還有說 你真的就被關注到 你真的就關注到他這個話題性了 那羅志強他當然其實他 臨時他的機動性很高嘛 他臨時要去美國他說走就走機票買了就走 然後先買好機票 講好要去然後再開始聯絡當地 那當地的很多僑界的一些朋友也有跟我說說 本來九月八號是要等張亞中老師來 現在志強先來了或怎麼樣 然後我也笑一笑說 志強就是有一套 他就是能把這個話題製造起來關注度也提升起來 要不然你說同樣的如果他同一個時間 或是他比張亞中老師赴美訪問 跟僑界這個座談等等 如果他的時間比張亞中晚的話 以所有我們講說這個政治人物的厚重度 跟真正能夠符合僑界跟僑界當初設想 就是說孫文學校代表著這個孫文的國父 當初在僑界引起旋風 然後把整個潮流跟力量拉回到整個國內的那種狀況 那志強可能在厚重度跟論述性上 跟張亞中老師就比較無法比 但是如果你以現在我們說網路上的聲量 跟羅志強身為所謂這個朱立倫他們眼中 這個藍軍的空軍總司令的話 他確實能夠用考慮選總統的這個議題 來抓住你的眼球 然後最怎麼樣就說 選總統了沒啊 就是你今天選總統了嗎 這個其實是雙關語 一個是你要選總統嗎 一個是你出門投票選總統了嗎 所以說最起碼羅志強也可以在選總統 參選總統的這個議題上面 他可以抓住這個話題 成為藍營的第一名嘴 跟他第一大網紅的空軍總司令的這個 能力製造話題的能力 他是再度證明了他是做得到的 也就是說就算到時候啊 你藍軍任何一個人要找人輔選 要找人抬轎 可能都必須要去考慮羅志強 而羅志強呢 他確實也有過這樣的經驗跟能力 包括馬總統在選第二任的時候 羅志強就是執行副總幹事 所以他對選情的操作 跟話題的整個建構 跟後續的鋪陳 志強確實是有一套的 所以說 當然我們可以知道他在美國 需要話題需要關注 但是如果說他認真要操作 這一塊的話 這就不是說 像大家可能在網路上講的說 那你就從西岸走到東岸 這樣開他玩笑之類的 這可能你就要把所有的狀況準備好 跟你所謂的 什麼在和平啊 兩岸兵凶戰危這些東西 要有更深層的一些思考跟反思 因為選總統的厚重度 跟你需要有的鋪陳 即便當初連其他的大財團 都會考慮不選到底 你羅志強要選 憑藉的是什麼 或是說你要幫大家選一個好的總統人選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在美國 他說先賣個關子可能很快會透露 但是總不拖這兩個方向 一個不是自己選 一個就是要推薦大家誰來選比較好 總之我佩服他的議題操作度 也確實獲得了關注 當然像高金素媒委員說要走入人群啊 你只要跟大家站在一起你就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這個高金素媒委員的這番話是從蔣經國總統 他跟大家走在一起啊 所謂的自然啊親切誠實的這個態度去反思跟送給大家的 就連高金素媒委員 呃星期二陪我去桃園選委會登記參選 呃議員就我在桃園第七選區中立嘛 那高金素媒委員陪我們桃園新選峰 四名一起去登記的時候 他也用這樣的話 當然私底下都會跟我們講 這是一種勉勵 但也就是說你所有人自己要做任何事情 必須要把握第一要點 怎麼樣跟人民同生活共呼吸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來科普一下哦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哦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